我們現在來介紹一下雲端硬碟的管理 那你一定覺得很奇怪啊 請問老師你的USB有在管理嗎 沒有啊 丟進去就好啦 滿了就刪 不是這樣嗎 所以有沒有發現進去就 隨便就一頭拉骨就一堆檔案 反正你覺得也沒什麼重要 我重要都已經放在電腦裡面了 但是雲端硬碟雖然你也可以這樣做 可是你不要忘記了 不管你的空間是有限還是無限 久了還是會亂 所以我會滿建議還是可以要整理一下 所謂要整理一下是像這樣 你可以看一下 像我在這邊 我還是有稍微整理 因為如果你都只放根部下 是不是會滿出來 大了就不好找 那所以 您在做整理的時候可以像這樣子 如果您有特別需要做排序的部分 這個地方 就跟檔案中管有點不一樣 如果你有特別需要做排序的部分 最好前面就是用數字的方式 或英文的方式去做編排 因為我們發現就是 如果你用中文它就造筆畫順序 這樣就很容易就會亂掉 所以你可以用這樣 這樣的話它就比較會怎麼樣 是會排在前面 當然它上面這邊 可不可以做排序 也可以比如說針對修改的日期做排序 那一般都是我進到資料夾裡面 才做這件事情 才做資料 外面這個 我就可以利用這個方式 讓有數字的 平常我比較常用的 就一進去就 在最上面就浮現出來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呢 建立資料夾 你可以從這裡 有沒有 從這裡 那建立資料夾的時候呢 如果你是這樣建立 一個一個上傳 好像比較慢一點對不對 有沒有比較快的方法 比如說我就在電腦裡面 好我回到我的桌面看一下 好假設我有一個資料夾 像這個資料夾 我現在裡面已經有好幾個檔案 一個一個上傳是不是有點慢 所以呢 如果您用的是 Google Chrome 就給它這樣丟進來就好啦 這樣直接丟進來 你了解意思了嗎 整個資料夾丟進來 有沒有比較快一點 它支援整個資料夾上傳 這裡 你可以從這樣選啊 但是我這樣丟也可以 也就是說如果你 老師不是用它的那個同步層次的話 我今天有想到再把它放上去嗎 那你就不用說 欸我可不可以一次兩個資料夾三個資料夾 當然可以啊 當然可以啊 就是你用脫衣的方式丟進來就好 但是前提是老師 你要用Google Chrome的瀏覽器喔 火狐也可以 但是火狐也要裝一個東西 但是不要 就說 涉忘IE啦 不要對它 它是真的不行 IE的部分 Edge我沒有特別試過 但是 舊的那個IE是一定不行 所以你必須要用Clone的這個 才可以資源資料夾 不然就是只能丟丟什麼 丟是丟那個 單一檔案這樣子 好 那第二個呢 雲端一碟你要整理的時候 大概大家最麻煩的 就是在那邊移來移檔案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個經驗 比如說 欸我發現 嗯 這個檔案 比如說暫時分享好了 在這邊 欸這個檔案 我想要移到別的地方去 那大部分大家就只按右鍵有沒有 然後就 是不是有一個移至哪裡 這是我覺得用雲端一碟 最不方便的地方 因為如果真的很多 是不是要慢慢找 但是有沒有比較快的方法 有 你看這裡 左邊為什麼不能用 打開 打開 打開這裡 打開 有沒有我一層一層進去了 我要拿來這裡 這樣有沒有比較方便一點 像不像檔案總管的 你了解意思 資料夾後檔案就可以這樣丟過去 這樣不是比較快嗎 你就不用再按右鍵 然後再移來移去 你就搞不清楚會放到哪裡 所以這個是我們一般 您在整理這個資料的時候 稍微留意一下 稍微留意一下 它可以其實 它可以放的那個 位置 大概就是可以用拖曳的方式 不要說都直接按右鍵 直接按右鍵 那另外一個呢 就是 快速鍵我就先不講 快速鍵先不講 那第二個就是說 我們在這裡的時候 如果你的這個 檔案你不知道放在哪裡 反正現在你們家 不是也常常發生這種事情嗎 東西已經放到不知道在哪裡 我們上次不是有介紹過 有一個叫做 叫做什麼 Listory 有沒有 把自己電腦的檔案先管理好啊 打一下就列出來 那雲端硬碟更不用講 這種功能一定要有 而且是什麼 能夠做全文檢索 什麼檔案老師才會需要做全文檢索 Office的檔案啊 我如果是圖片有什麼好全文檢索 如果是程式也沒什麼好全文檢索 對不對 就是我們那些所謂的文件 包括PDF啦 Office的 Word的 或者是什麼試算表啊 簡報裡面 是不是還要找 那怎麼辦 直接從上面啊 對不對 你從這邊 因為他跟我們本基端最大不同 就是他可以做全文檢索 所以即使老師你的 不是檔案名稱 不是資料夾名稱 欸我只是文件的一部分 有沒有轉換成Google文件沒有差喔 你了解意思喔 就是即使他是委婉的Office檔案 他也可以做全文檢索 也可以做全文檢索 因為這個在雲端 那個雲端的那個計算能力 他就先幫你先處理好 所以我們會 介紹老師使用這個 雲端硬碟 有一個很大的目的就是 方便你管理資料 這個管理資料還包括什麼 就像我們現在要講的 找東西 因為常常自己家裡面都找不到 雲端比較容易找 哈哈 你沒有發現你常常都問Google嗎 對不對 現在都問自己電腦 問了他也不懂 哈哈哈哈 就問Google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在這邊他最大好處就是他有做這一塊 那你今天呢就直接 當然他有比較進階的工具 比較進階工具 你也可以找 只是說一般我們就直接用關鍵字找的時候 你就可以找到很多 就可以找到很多 這樣OK嗎 這個是我們在使用這個 雲端硬碟的時候 其實大家可以稍微留意一下 真的不要只把它當隨身碟來用 15G是不夠看 真的不夠看 但是他能夠提供 我們要的是他能夠提供這些所謂的附加價值 這些服務才是我們更需要的一個功能這樣子